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今天的这个视频培训 那今天呢 是7月5号 昨天晚上 昨天我们刚刚过了美国的国庆节 那么在今天这个时候呢 因为要跟大家真的要郑重宣布一下 2015年美商其实在全球已经进入到一个爆发增长阶段 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全球团队的业绩呢 在今年年底达到10亿美金呢 那公司又在7月1号到8月31号之间 这两个月呢 推出了一个夏季特别6000美金奖金 帮助大家呢 在充斥蓝宝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除了正常奖金之外 还有6000美金的特奖 说杰斯在全球进入到一个爆发状态 那是因为杰斯啊 真的 从他这几年的业绩看起来 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过程阶段 从2009年9月9号在美国开业以后 那么他的业绩呢 每年都以倍数在增长 到了2013年 他的全球营销已经达到2.56亿美金 那么去年2014年营销达到了4.19亿美金 比前一年呢 增长62% 但是到了今年的一季度 情况呢 有了突然的一个爆发 那么今年一季度 截止全球营销达到了2亿美金 相当于去年呢 半年的业绩 那一个季度的业绩 相当于去年半年的业绩 到了第二季度结束呢 那么比去年同期营销增长了175% 单单是刚刚过去的6月份 截止的月营销就达到了1.2亿美金 所以在6月15号到17号 香港 第11届香港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的市场全球营运顾问呢 策略总裁叫Scott Lewis宣布 2015年 截止营销预计将突破10亿美金 并且按照这个速度的发展和全球市场发展的这个状况呢 2020年 也就是再过5年 截止的全球营销预计将达到100亿美金 100亿美金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不仅仅是10亿美金的10倍 那么跟全球网络营销界一些大佬比起来 比如说亚方和安利比起来 亚方做到100亿的营业额花了将近100年时间 安利公司做到100亿的营业额呢 将近花了50多年的时间 截止用差不多11年的时间 11年的时间 那么走完了这些企业50年100年的路 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 在过去的5年多 有很多的创业者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行业 不同的阶层 有高学历 有低学历 有创业的 有打工的 有成功过的 还有很多人生还没有成功过的 那么所有这些创业者 包括消费者 在杰斯平台都转换了身份 从消费者转成了消费商 从普通的创业者变成了成功的创业者 那么到目前为止 杰斯在全球已经产生了三名 已经产生了两名三传总裁 他们年收入都在500万美金以上 产生了16名的双赚总裁 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 产生了72名的钻石总裁 年收入在100万美金以上 以及80多位的绿宝总裁 年收入在25万美金以上 红宝总裁已经达到了400人 单单在6月份 红宝总裁就增长了40多人 他们年收入在10万美金以上 蓝宝经理现在已经超过了5000人 单单在6月份 全球蓝宝经理就新产生了663人 那么蓝宝经理他们年收入在1到5万美金 所以在6月份 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爆发 6月份产生了双赚总裁3人 钻石总裁13人 绿宝总裁10人 红宝总裁40人 蓝宝经理663人 而且新会员加盟超过了11.6万人 就一个月的新会员加盟超过了11.6万人 那么面对着这么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情况 我们要给大家说 杰斯真的他的模式 他的产品 他的业绩 已经在全球获得了成功 而且不单是我们自己公司 我们自己公司的经营者 消费者 消费商 我们满意 甚至于还得到了行业里面的认可 在2013年 他荣获了全球百大网络营销企业的新兴奖 2014年 荣获了美国商业大奖 这个大奖可真的不容易 那是美国每年一度几千万家商业企业 评出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大奖 对商业企业的一个大奖 杰斯公司以5年的时间 荣获了美国商业大奖 此外在去年 还被美国企业500杂志 评为发展最快的网络营销企业 那么进入到今年3月 美国一个十年历史的直销公司 叫蒙娜维公司 加蒙杰斯 这说明了杰斯公司的模式和产品技术 对市场的一个吸引力 很多老牌直销公司 纷纷在改 已经开始改变跑道了 更多的老牌直销公司的经销商 也已经在改变跑道 加盟杰斯了 那么在上个月2015年6月 杰斯公司又一次荣获 美国斯蒂夫健康产品和服务奖 这是面临着杰斯的在全球的认可 和这个业绩爆发增长情况下 我们面临了一个大好形势 那么杰斯在全球爆发增长 亚洲市场 大中华地区市场 北美市场 南美市场 欧洲市场 现在上百年的业绩证明 2015年在这些市场 营销额均以倍数在增长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 在交互式网购 消费商模式 杰斯公司真的做出了 非常杰出的榜样 他们杰斯公司在引领着 一个商业的一个新的趋势 在去年的8月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曾经以10集的一个纪录片 向中国的消费者 再次提示互联网时代来临了 在去年的10月 国际互联网大会 在中国浙江举行 再次告诉各位 过去20年 互联网已经得到了一个 非常成熟的发展 从现在开始 互联网将以超过过去的速度 来席卷全球 来改变到我们地球 人类几千年所形成的 习惯的生活方式 营业方式和经济模式 到了今年1月份 在瑞士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 全球的经济界的这些领袖 包括各国管理经济的政府首脑 一直认为电子商务 已经成了现在经济的新主体 我们过去讲到电子 过去讲到经济主体 主要是讲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现在电子商务 作为最新的第四产业 登堂入市 他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 这个小老弟 其实他还是 要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 去更新改变 发展我们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所以到了今年3月份 在中国这个两会期间 中国总理李克强 提出了互联网加的概念 也就是说 传统的360行 一定要和互联网结合 有互联网 与互联网结合 将会给自己的行业和企业 带来新生 带来巨大的生命力 而反之将会失去竞争能力 到了6月25号 在中国广州举行了一次 叫全球华人直销大会 直销业者大会 那么中国的商务部的 市长次序师的前市长 现在的巡师员 向大家透露了一个信息 进入到2015年 到5月26号为止 中国合法的领取直销牌照的 这个公司 已经达到了60多家 这个数字比5个月之前 2014年底增加了20多家 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 新批准了20多家直销牌照 而且他以自己政府政策管理者 这么一个姿态 给大家提出来了 就是随着互联网家的概念 互联网模式正在改变传统的工商业的 一个经营模式 毫无疑问 直销业也一定会和互联网的模式 进行驾接进行创新 那么在我当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立即在我们各个群里面做了转发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说明了我们中国大中华地区 全球最大的市场 中国地区 我们政府的管理部门 政策制定者 已经看到了互联网加上网购 加上我们直销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模式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很多朋友在交流过程当中说 杰斯是直销吗 我告诉各位 杰斯已经不是传统概念上的直销了 杰斯已经是把传统的直销 从地面搬到了网上 第二 杰斯把直销里面的销售盈利 销售额 凭着每个月的销售额来获得奖励提成 改变成为每月重复消费积分制 这是一个巨大的革新 是对传统直销业的一个巨大的革新 所以我们做杰斯的经销商 我们每个月不需要推销产品 公司也不需要考核 我们的这个营业额 然后按照营业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我们不是这样了 我们已经把推销产品变为自己消费产品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革新 此外呢 我们杰斯虽然是在做网购的模式 但是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B2C的模式 已经不是美国亚马逊和中国淘宝网模式了 因为在那个模式里面 我们消费者永远是花钱去买货物买服务 网络的经营者的网店的老板是赚我们的钱 他是赚钱 我们消费者是花钱 可是在杰斯的模式里面 我们把它更新创新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推广信息 交流信息分享信息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角色 把我们消费者变为消费商 所以杰斯的模式真的已经间接的被我们政府的政策管理者 制定者肯定了 已经被我们杰斯平台上数以千计的成功的创业者 消费商的成功肯定了 所以这个与众不同 这个创新蕴含着亿万商机 任何的模式 任何的产品 任何的公司 一定要创新 只有与众不同 只有超越历史 只有在过去的模式基础上进行创新 我们才有强大的竞争力 才能开创新的市场和新的商机 杰斯公司正是这样 那么在这一波新的商业模式跟趋势发展中 世界财富正在迅速的被重新分配 我们在网上的朋友经销上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问一问周边的朋友 在这一波世界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 我们是否愿意参加 还是缺席 是愿意快一点加入 还是慢慢的加入 是愿意快做 还是慢做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丰富的人脉 人脉其实就是我们的财富 在互联网时代 在信息爆炸时代 在杰斯的这个交互式网购 消费商模式时代 在网购直销时代 我们的人脉真的要赶紧抓住 要赶紧网络 如果我们不尽快的网络我们的人脉 我们的人脉一定会被别人往走 会被别的公司往走 或者被杰斯公司的其他的钻石团队 绿宝团队 红宝团队 蓝宝团队的消费商往走 目前杰斯有上百个钻石团队 上百个绿宝团队 四百个红宝团队 以及五千个绿宝团队 正在全世界大显身手 尤其我们在香港大学 我们每个朋友是否注意到 在上个月六月十五号到六月十七号 居然大中华地区有七千名经销商 他们当中包括部分新的会员 云集香港 正在了解考察探讨杰斯的模式 以及下一步在大中华地区市场 如何去快速发展 在欧洲 在北美 在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我们杰斯的这个市场正在迅速扩大 杰斯的模式已经走路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杰斯公司为了事业的全球发展 在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物流中心 金流中心和售后服务 所以现在杰斯真正处于一个爆发阶段 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出手 尽快的把我们的人脉跟他分享信息 让我们的朋友们看到杰斯模式的新颖 看到杰斯抗衰老生物科技产品的新颖之处 迅速的加盟杰斯 成为消费者或者成为消费商 那为了帮助杰斯在全球快速发展 我们公司的创始人 市场策略顾问行政团队 在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 又给我们大中华地区的经销商 和北美地区经销商 推出了夏季6000美金的特别奖金 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 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 凡是目前你的业务级别在珍珠 北翠以下的会员 那么在上述期间 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的市场的拓展 晋级为蓝宝经理 那么什么叫蓝宝经理呢 就是发展下属12位合格会员 再加上公司规定的有关积分 你就可以在获得正常奖金之外 额外再获取6000美金的特奖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杰斯的业务发展级别 因为在座有很多新的朋友 刚刚加盟杰斯 他们还不知道 杰斯是一个可以把普通消费者 普通会员 通过你的努力 通过团队的合作 通过系统的帮助 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 从消费者变为经营者 从消费者变为消费商 从而既可以获得健康年轻美丽长寿 同时也能在这个平台上呢 获得自己的财富自由 那么我们看看这张图表 从左下角新会员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加盟杰斯 不管是昨天加入的 还是即将加入的 还是已经加入的 我们这个加盟杰斯以后呢 我们仅仅是会员新会员 那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新会员 这个福利 比如说我不需要用零售价买产品 我可以享受会员的六则产品 但是如果你想做推广 想免费使用产品 想社会投资 想帮助更多的朋友获得健康 或者在这个平台 获得这个新的业务发展机会的话呢 那你需要这个前进一步 直推两位新人 左右各发展一位会员 我们是这个左右两侧营运区 你要直推两位新人 你就是合格经销商 合格经销商呢 你就可以拥有计分 如果再往上一级呢 你直推新人达到八个人 其中左右各有部分 左右各这个这个都放 那么其中一边呢 不少于三个新者 这个这个会员的话呢 你就是翡翠经销商 而翡翠经销商 可以获得你的下面一级代理 百分之二十的奖金 如果你再进一步 再增加四个人 从翡翠进入到珍珠级 也就是直推新人 左右累计十二人 任何一边不少于三个人的话呢 你除了可以获得一级代理百分之二十的奖金 你还可以获得二级代理百分之十五的奖金 你就可以获得两代代理商的奖金 如果你再进一步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蓝宝级 直推新人累计超过十二位 并且让这十二位经销商 都发展两个会员 也就是这十二个人 不仅仅是自己是会员 而且还发展了下属的两位会员 就成了合格经销商了 这个合格经销商 任何一边不能少于三个合格经销商 那么你就成了蓝宝经理 蓝宝经理可以获得三级代理百分之十的奖金 也就是说 他一共可以获得一二三三级代理的奖金 那么做到蓝宝经理 月收入应该会达到两千美金 按照中国人民币核算 大概会在一万两千人民币左右一个月 那么如果继续往下做 你的收入当然不会止于两千美金 可能会三千四千五千六千 六千甚至八千 我做杰斯做了大概半年以后 我的月收入就达到了五千美金 做到一年了 我虽然是蓝宝级别 但是我的下面也已经产生了17位蓝宝 我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八千美金 所以蓝宝级是我们在杰斯平台 或者城东的一个重要的级别 只有进入了蓝宝级 你在杰斯平台的生意 你的收入可以养活你的全家 你做到了蓝宝级 你就可以全力以赴全职的来做了 当然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朋友 没有达到蓝宝级 我看到杰斯平台好 我觉得打工太累了 打工的收入远远不能够达到我的理想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了杰斯以后 这个平台了解学习培训的以后 立即就全职的来做杰斯 所以蓝宝是我们一个重要发展级别 蓝宝以上级 那就进入了财富自由状态了 蓝宝以上级叫红宝级 红宝级别需要下面团队直推在下面 产生两位蓝宝经销商 每个月200次的碰局 一次碰局35美金 200次的碰局就是7000美金 再加上一二三四四代管理奖金 所以做到红宝总裁 月收入一定是在1万美金以上 红宝级别以上是绿宝级别 绿宝总裁 绿宝总裁的要求是直推团队下面 产生四位蓝宝级经销商 每月有500次的碰局 一次碰局是35美金 500次碰局是17500美金 再加上五代管理奖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 五代管理奖 那么再加上碰局奖17500 做到绿宝级经理 每月收入一定是在25000美金以上 年收入一定是在25万美金以上 绿宝级以上是钻石级总裁 钻石级总裁的要求是直推团队下面 产生六位蓝宝级经销商 每月要有1500次的 要有1000次的碰局 这上面写出了不是1500次 是1000次的碰局钻石级 那么1000次碰局35乘1000 就是35000美金 再加上管理奖金第一代到第六代 做到钻石级总裁 月收入一定是在5万美金以上 第一年大概月收入5万美金 那么第二年就进入到10万美金的行列 那钻石级以上是双赚总裁 双赚总裁的要求是你的下属 要有直推两个钻石总裁 同时每个月有1500次的碰局 1500次的碰局乘以35美金 应该是5万2000美金 再加上七代管理奖 第一代到第七代管理奖 双赚总裁的月收入在10万美金以上 这就是我们美商集市 经销商的一个发展级别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你现在可能是刚刚加盟的新会员 或者加盟了一段时间 现在是翡翠级的经销商 或者是珍珠级的经销商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达到 蓝宝级经销商 还没有达到集市平台上面 这个重要的级别 因为进入到这个级别 你就已经真正的成为一个 即将进入到财富自由的门口了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尽快的达到蓝宝级公司 在正常奖金之外 另外推出了6000美金特奖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 如何拿到这个6000美金特奖 目前你还是翡翠级以下 也就是还没有达到发展到8个人 因为你发展到8个人就是翡翠级了 你现在可能只发展了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在这个情况下 你需要发展到12位合格会员 12位会员同时帮助这12位会员合格 也就是说12位会员每人再发展两位 左右各一位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达到蓝宝 达到蓝宝你的下属 至少是有12位第一代经销商一级代理 24位二级代理 至少你的团队拥有了36位一级二级代理 那你就是蓝宝经理 此外第二个特点 需要有11250的消费总积分 这个消费总积分 可以是你直接推广新会员得到的积分 也可以是你的下属的一级二级 这个代理会员他们的积分总和 那所以要发展出12个合格会员升到蓝宝 另外加上11250的消费总积分 那么第二个条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发展了 八位或者以上的会员 八位九位十位十一位 那现在是翡翠级别 但是还没有达到12位 因为达到12位你是蓝宝 你是珍珠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发展出12位合格会员 发展到12人 并且让这12人每人在他的下属方面 再各发展一人 帮助这12位会员再去做市场推广 发展新会员左右各一个 那你就升到了蓝宝级别 这个时候你符合了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另外需要你和你的团队 有13125分的消费总积分 你达到这个可以获得6000美金特奖 第三个阶段是目前你现在是珍珠级别 也就是你已经发展了12人或者15人 甚至于20人30人的会员 但是这些会员当中还没有12个人都合格 也就是说这12个人都还没有发展下属的左右各一位的会员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珍珠级别会员 那么需要你帮助你的下属这些已经加盟结识的 上位合格的会员合格 达到12位合格会员 那你就是蓝宝 再加上你整个团队的15000的消费总积分 你只要符合这个条件 你就可以拿到6000美金特奖 所以获奖条件是三个 我们再重复一遍 目前你还没有达到翡翠级别 你去达到发展出12个合格会员 并且积分达到12250元 你可以拿6000美金特奖 第二目前你已经是翡翠级别或者以上了 但是还没有12位合格会员 那么你要发展出12个合格会员 另外获得团队13125的消费总积分 你也可以拿到6000美金特奖 另外第三就是目前你是珍珠级别会员 但是下面还没有12位合格会员 那么你去帮助这些人合格 再加上团队15000消费总积分 你就可以拿到6000美金特奖 那么我们的积分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给大家也总结一下 我们的积分来源 你直接推广新会员 那么消费积分有多少呢 我们举例 各个国家的买商务套装 推广新会员的商务套装积分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以中国和美国两个地区的例子 来举例给大家 如果你直推新会员是在中国的 他购买的中国商务套装 3000美金公司奖励1000几分 如果买的是2300美金的商务套装 奖励1000几分 如果你买的消费套装 消费套装 930美金到994美金呢 公司奖励400几分 如果买的最低的消费套装 269美金的公司奖励1000几分 除了奖励现金啊 推广奖以外 还奖励积分 如果你的会员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的商务套装是1799美金 除了现金奖以外 另外奖励400几分 美国商务套装有1099美元的 除了这个市场推广奖 另外还奖500几分 美国消费套装有799美金的 除这个200美元的市场推广奖 另外奖励400几分 美国消费套装 还有个499美金的 除了100美金的市场推广奖 另外奖励300几分 最低的消费套装呢 奖励100几分 所以我们的几分呢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各位呢 把这些几分呢 记住 你每推广一个人呢 就把这个几分往上加 当你的几分达到我前面 刚刚讲的 翡翠以下了 翡翠级啊 不及达到这些几分的时候呢 如果你同时 又让你下属的会员 有12个合格了 你就可以拿到6000美金特奖 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团队下属伙伴 直推新会员的消费几分 这些几分 如果是你直接推广 那有一分算一分 你直接推广 一个3000美金的中国商务套装 1000几分全是你的 你推广了美国 1799的商务套装 400几分 那全是你的 但是呢 你的下属伙伴 也可以直接推广去啊 那不管你的第一 一级代理推广 二级代理去 二级代理推广 三级代理去 反正是你下属的 那这些团队 他们推广新人的积分呢 公司有个要求 那下属团队的积分 最多按30% 记录你的获奖 积分里面 比如你的下属团队 不管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 五级代理 六级代理 只推性能获得11250分 或者13125分 或者15000分 或者更多 他们最多只能按30%记录 30%记录 也就是说11257分 30%就是3375分 记录到你的积分当中 但是如果低于这个数字的呢 那就按照实际分数记录 你的比如说你某一个团队 他们的积分呢只有2000分 在这个7月1号到8月31号之间 你的这些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下属 发展出去的新会员呢 没有那么多 只推广出去几个人 积分呢达到2000分 3000分 甚至于500分 800分 这些分数 因为没有达到公司规定的上限 30% 所以按照实际分数记录 那也就是记录3375分 那多了的呢 就不能记录了 那所以我们下面举例子 假设 那有两个情况 全部是你直推 你直推12个人商务套装 一个套装 1000积分 那就是 这是指的中国啊 直推12人 中国商务套装 3000美金买入 有1000积分一个 那12个人就是12000积分 同时你帮助这12个人合格 每个人再发展两个新的会员 把最好的位置占住 可以用小套装加盟 也就是269啊 或者199啊 这类的小套装加盟 每一个小套装公司给100个积分 24个小套装就是24000分 24000分加上12000分 就已经达到14400分 早就满足了公司的这个 这个积分要求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6000美金特奖 啊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 是你呢 自己只推了一部分人 不是像第一个例子 你只推了12个人 你直接推广了5个第一代 一级代理 啊 中国的商务套装 举例讲商务套装 那那么一个商务套装 3000美金买入 那你可以获得5000美 500美金的直接的市场推广价 外加1000积分 五个商务套装 你就获得5000积分 同时你帮着五个看懂生意的 这个事业合作伙伴 每人再加啊 两个新人发展啊 买两个小套装 一左一右 那每个小套装是100积分 那就10个小套装1000积分 你一共通过直推五个商务套装 并且让他们合格呢 获得了6000积分 那6000积分 没有达到这个积分总标准呢 好 没有关系 因为你有下属团队 那你有两个下属团队 他是你的一级经销商 他们各推出新人三个 买了三个中国商务套装 那就是3000个积分 并且让这三个商务 这个买商务套装的事业伙伴呢 各发展两个人 他们立即合格 那两个人 这个三个这个伙伴 各发展两个人 那就发展六个人 他们都合格了 六个小套装有100个积分 所以一个下属各推 三个商务套装加六个套装 加六个小套装呢 就是3000积分加600积分 如果乘以两个下属团队 你又获得了7200积分 这是你总积分 所以你直推的五个商务套装 他们合格有6000积分 再加上两个下属团队 推广的三个商务套装 并且合格 你的积分呢 是7200分 7200分呢 你就应该可以合格了 那么这个当中呢 分数的积累 以及你的推广 新人时候买的套装呢 是不是统一的 我们只是为了举例呢 这个举了这些 实际过程当中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呢 要在上级经销商 上级伙伴的帮助下呢 要做好一个统计 做好统计 宁愿呢 多几百积分出来 不要去少掉 3050 100 200积分 而错失这一次6000美金特奖 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公司呢 曾经几次有这种 月升蓝宝6000美金特奖 曾经有些部门 会员自己出新了 或者上级的推荐人 上级的经销商啊 出新了 没有帮我们伙伴计算好 这些积分的累积总数 自己直推的积分 和下属团队的积分 没有计算好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 伙伴 仅仅相差了300积分 而错失了6000美金特奖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 当然他本人和团队 也非常的这个 这个懊悔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 过程当中呢 我把这个例子提出来 希望我们要做好统计 每加盟一个新人 我们看他买的是 哪一个国家的套装 这个套装给的积分是多少 直推的积分 是有一分算一分 第二 来自于下属团队伙伴的 这些积分 你要算好 某一个团队 他的在这段期间 推广出来总积分 已经多少了 那如果没有达到三分之一 那那些积分 是有一分算一分 我们可以全部拿过来 但是如果超过了公司规定的30% 那那些积分 就不能继续到 我们自己的积分里面 除此之外 你的这个上级的这个领导人 把新的会员放到你下面 那些积分也不能记录你的团队 那是那个积分 只要要进入到你的上属团队去的 所以一定要做好精确的计算 宁愿多几百分 甚至于多一千分 都不要去少掉几十分 一两百分 那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今天呢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6000美金 一个特奖的一个获奖的过程 那怎么样达到蓝宝 怎么样去计算积分 怎么样去拿到积分 那自己直推新人 扩大你的团队人数 或者呢 帮助自己的下属伙伴 直推新人 来获得这个积分点数 那你都可以获得6000美金特奖 7月1号到8月31号 真的这个时间太棒了 在7月1号到31号之间 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可以拿到 那就是新加坡年会 六周年的一个奖励旅游 这个奖励旅游的积分呢 好像是从5月1号还是6月1号开始 一直到了7月31号 凡是在这一段时间 你推广新人 不管他买的什么套装 你都有奖励旅游积分 今年的9月10号到13号 是公司六周年 在新加坡举行年会 预计有15000人参加 公司为了奖励 我们越来越多的会员 免费参加这个新加坡年会 推出了奖励积分 只要你推广新会员 直接推广新会员 达到350积分以上 您就可以获得奖励旅游资格 预计 今年会有1万人超过这个 达到这个获奖资格 那么我们正好可以借助 这个月深南宝6000美金特奖计划 在7月份我们尽量的多发展新人 直推新人 或者帮助我们下属伙伴 直推新人 让我们自己和下属伙伴 都能得到奖励旅游资格 所以我们线上在座的朋友 不管你现在是新会员 还是翡翠以下 还是翡翠以上 还是珍珠以上 甚至于你现在还是蓝宝 或者你是红宝 或者你是绿宝 都可以利用这个月深蓝宝 6000美金特奖机会 去直接发展新会员 去帮助下属伙伴发展新会员 这样的好处有四个 第一 帮助这些新伙伴 尽快的收回投资 因为有市场推广奖 尽快的收回投资 同时积分还有碰局奖 帮助他们尽快收回投资 第二个 帮助他们 去达到蓝宝级别 那达到蓝宝级别 是进入节食平台财富自由 那个最重要的门槛 第三 帮助这些伙伴 去获得6000美金特奖 帮助他们获得6000美金特奖 第四 帮助他们获得新加坡 奖励旅游积分 所以这是一个叫 团队共同获利的 获得这个公司给予的利益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是蓝宝 你是红宝 你想冲一个更高的级别 那么你更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帮助下属伙伴发展 帮助他们获得奖励 获得积分 获得6000美金特奖 从而使自己整个团队的业绩 来一个爆发 那么使自己更上一层楼 从蓝宝越升为红宝 从红宝越升为绿宝 所以各位 那我们利用这次机会 一起加油 在未来的60天 给我们团队 给我们的朋友 创造出一个爆发的增长的局面来 因为在9月份 我们公司将在新加坡召开 15000人以上的年会 在那个年会上 我们将获得又一次的爆发增长机会 可以这么讲 接近的爆发 不是说等到这个 今年的某个月某一天 几乎是在每个月每一天 都处于一个爆发状态 所以我们要抓紧每一天的时间 如果你真正的想改变 想改变自己的健康 那你加盟结实做消费者 如果你真正的想改变自己的事业 想创造自己事业的成功 那你要成为经销商 成为消费商 你要好好的把握自己的每一天 好好的把握自己每一个人脉 加快信息分享 加快自己事业发展速度 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说明会呢 这个培训呢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